我们最后讲第六个问题 金派相声及艺术特色 相声产生于北京 成就于天津 天津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 有相声窝子的美誉 天津人喜欢相声 鉴赏相声 懂相声 爱相声 听相声 说相声 表演相声 相声已成为天津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内容 多年来 天津的相声 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活 分为浓郁 名家汇穗 家座涌现 人才辈出 风格 分成 全面繁荣 所以天津味 成为培育相声成长的一块过途 天津文化 天津地域文化 重传统 求大俗 多元而包容 注重传统 追求那种 大俗大雅 那种大俗 多元而包容 这种地域文化 滋润了相声艺术的 茁壮成长 天津相声意愿 可以说 我给他总结三点 传统与创新并举 创作与评论对接 新人与佳作 辉应 在这块风土宝地上 曾涌现出 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多像 从天津这块地这 成长 张寿辰 马三立 长宝坤 赵佩如 郭荣启 张宝坤 白全福 苏文贸 刘文亨 费文亮 田丽和 李博祥 马志明等 除此之外 天津相声的创作 对武人才集结 那在全国是无以伦比 比如 著名的相声作家 何池老先生 王明露先生 丁润洪先生 比较年轻一些的 和平文化馆的宋永先生 另外天津还出了一批 相声理论家和评论家 这在其他城市 可以说是 凤毛麟角 比较著名的 比如像 南开大学的 薛宝坤教授 北方曲艺学校的 尼宗之教授 艺术研究所的 陈孝霞先生 高一聪 刘子豫先生 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 为了繁荣全国的曲艺事业 天津有多位艺术家 支援全国 把天津的相声 天津的曲艺带到 五湖四海 长宝林 全长宝去了西北 长宝华去了海正 高原军 山中快叔呢 去了战友 小品演员 黄红的父亲叫黄锋 也是天津演员 2009年梅花奖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他去了东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天津许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先后来到北京 成为全国知名的相声明星 大家都很熟的 就是像 红拱 刘伟 牛群 杨毅 刘亚精 戴志成 郑建 郭德纲等 为什么天津的相声 多年来 能够产生这么多 大师级 或者是优秀的演员呢 大师级的人物和优秀演员 为什么天津的相声的演出队伍 写作队伍和评论队伍 他能够源源不断的形成梯队 人才被戳目 问许哪得清如水 问许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活水 那就是和我们这个城市的方言文化 密不可分 相声表演艺术 按刘派来分 按姓氏刘派分 马派 马三立 侯派 侯宝林 刘派 刘宝瑞 常派 长宝坤为代表的老长家 三代 苏派 苏文贸 文根 这几片 那么 马派向上 到了马三立这儿 才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们说的文学的流派 说山药旦判 代表人物是赵树林 说这个荷花殿判 代表人物是天津的孙黎 说山药旦判 代表人物是 湖南作家那个周立波 不是说清口那 这说解放后的这些个流派 文学流派 那天津如果要形成一个派 他的一杆大旗 他的代表人物 那就是马三立 马三立是天津相声的魂魄 是中国传统相声的典型代表 马三立的相声 扎根金门 贴近生活 他以天津地狱文化 作为自己身后的背景 天津人热爱生活 谈吐幽默 善于用笑声来调剂生活 有声有色有情 所以马三立便是天津地狱文化的 一个优秀的代表 和象征 马三立先生 他的一生扎根市井大众 说的是家长里短 刻画的是街坊四林 对小人物的演绎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那么马三立的表演风格 最突出的 最突出的 第一是以说为主 第二是追求礼俗 第三夸而有节 夸张有节制 第四是邪剧绵长 他的这种艺术风格 自成一江 开创一畔 郭荣启 苏文茂 高英培 魏文亮 田立和 李博祥 这些天津相声的名将 基本上延续着这种艺术风格 从总体上看是 自成一派 所谓金派相声 我们突出的是 天津地域文化的特色 天津相声和北京的相声 截然不同 北京是以侯宝林和 刘宝瑞为代表 天津是以马三立为代表 如果说侯宝林和刘宝瑞 在说学斗唱上 更全面的发展的话 天津在说学斗唱上 有侧重 侧重于说和斗 所以我们把这种 天津地域文化的特色 把艺术手法 艺术表现 艺术风格 艺术构思 别具一格的 精味的特色 我们突出出来 我们从整体上 称它叫金派相声 所谓金派相声 就是天津这个流汗 它是个大流汗 它和北京那个流汗 相对而言 那么金派相声 我们对它进行分析 它的艺术特色 有以下四点 第一个特点 讽刺与自嘲的融合 大家知道 相声是讽刺艺术 相声不擅长歌颂 歌颂式的相声 大多都不成功 难以登上精品的殿堂 相声 他要讽刺的是人类的通病 而不是 对某个人的隐私 进行讽刺 他讽刺的是一个具体的人 但这具体人是带着人类的 或者我们中国人 或者我们天津人的一种弱点 或者是通病 高境界 高格调的讽刺 应该是与人为善的 是调侃式的 轻松式 天津相声以讽刺建成 火爆热烈 富于幽默感 说斗俱强 像小蘑菇的牙粉袋 马三立的买猴等作品 讽刺意味浓厚 以说为主 以讽刺建成 紧扣天津市民的心态 所以天津的金派相声 他在讽刺时候 他往往以第一人称的自嘲 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而不是站在道德的高处 去动视人间 以味道士和说教者的身份 去教育人 而是现成说法 我就在其中 自嘲式的讽刺了我 实际我是代表了整个一部分人 他的思想作风当中的毛病 另外捧斗之间流露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点 所以讽刺与自嘲的融合 它是和天津人 众传统好理俗 善于幽默自嘲的 性格和心理需求 是相邪相声 以马三立为代表的天津的相声 题材大多出自 世俗的市井生活 讽刺市民阶层 普遍存在的性格弱点 比如有点虚伪啊 有点自私啊 爱吹牛啊 比较贪婪等等 但马三立不是站在他们的上面 或者对面去指责嘲讽 而采取第一人称的角色化的形式 去献身说法 天津特有的小市民的类型 通过对马大学问 马善人 等一系列形象的解放 使观众在潜移默化的对照当中 在笑声当中 引然的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 可能也存在着这种缺点 从而心悦诚服的 接受了这种教育 所以天津相声的讽刺 自朝式的讽刺 但有一种难得的亲切感 轻松感和人情分 第二个特点 以文根灌口建厂 金味相声以说建厂 艺术成就中最显功利的 就是灌口活和文根的段子 天津文根的相声 历史悠久 传统厚重 比如传统相声文章会 就有张寿臣的本子 演出本 马三立的演出本 和苏文帽 不同演出脚本 风格不同 一彩分成 马三立的本事 能让观众当时乐了还不算 过后回味 更加是忍俊不禁 鱼音鸟鸟 性味绵强 灌口 天津相声特别善于灌口 尤其是马志明的灌口 更建功利 节奏铿腔 独特的 把京韵大鼓 单弦和快板书表演的精粹 融会贯通也于一炉 成为说学逗唱 样样在行的表演大奖 第三个特点 礼俗与豁达并举 天津相声的典型特点 概括为一个俗子 所谓俗就是直面百姓的日常生活 贴近群众 把各个时期天津市井 写生 人物画廊 民风民俗 以及社会的心理 在线 艺术的在线 并揭示的 表现的 栩栩如上 马志明的豹菜名 不仅灌口出众 对人物的刻画 把这个小市民贾 就是他的第一人称 他的神情描绘得唯妙唯肖 比如他请乙 请黄族民吃饭 却让乙带酒 用白水堆酒招待仪 用比我妈小两岁的老母鸡做菜 还让这仪啊 买丝巾裹仁等等 这就嘲讽了天津 某一些小市民 慷慨请客的背后 所虚伪和猥琐 马三立在表演当中啊 讲过这个窝头论 他怕人说 吃不起精米白面 所以在窝头的家庙上 做文章 说我就偏爱吃窝头 这王凤山就问了 您的饭量怎么样 马三立回答 饭量 什么饭量 接着问 你能吃几碗干饭 干饭 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这意思 那可不是嘛 你整天吃窝头 能知道干饭的分量 所以这种自嘲试的讽刺 令人彷彿大笑 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这就把 骄傲 自大 从大以不经 不知自己行几 从能力梗 到处在外面 吹嘘的人 把他那种嘴脸揭露出 另外呢 俗 你比如说 马三立的相声 说他本家的二大爷 天方 治大病 萝卜就热肠 气得大夫满街旁 偏方治大病 拒绝到医院 接受正规的治疗 他的药方颇有创意 喂他 萝卜就热肠 走 咳嗽 买哪里 买哪里 挠了 煮了 连糖喝了 走 闹肚子 麻将 霍白糖 哮喘 没病 老病没痣 买罐才预备 所以马三立的相声 他对死亡 采取一种 豁达 兼调侃的态度 他的白事会 谈到死亡的时候 有一个灌口 这灌口呢 有时大家笑 但笑当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感悟到 马三立对死亡 他的一种 与众不同的 扩达态度 谈到死亡 他说了 无常了 亡固了 不在了 没了 没有了 完了 完事了 完事大吉了 吹了 吹灯了 吹灯拔辣了 嗝了 嗝的屁 嗝的屁着凉了 料了 料挑子了 皮儿了 皮儿两张了 图了 图点了 无常道了 万事修了 俩溜一个腰 雅猴 他谈论的是死 这个死亡对人来说 充满了痛苦 失望 和悲催 所以他用这种 获达兼调侃的态度 谈到人的死亡 从宛区的爱情 过渡到死亡的戏谑和调侃 实际上 曲折表达出天静人 看得透 想得开 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征 使观众在笑声当中 能够掺透生死 悟出人生的哲理 第四个特点 足为着眼于塑造人物形象 以前呢 把塑造人物形象认为是叙事文学 小说和戏剧 实际上呢 相声也能塑造人物 你不管是马大哈 丁文元 还是阿尔特曼 万能教 我们生活当中 确实就有这类人 这种人呢 在观众心目当中 立起个儿来了 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这儿的作品 才能流传 所以我们一说阿Q 一说祥林嫂 这都是艺术形象 但是我们一说马大哈 再天天一说丁文元 他也是一种艺术典型 马三立塑造的人物形象 马大善人 太周常了 买猴当中的马大哈 西江月对春联当中的马大学问 卖挂票当中的马洗澡 今今儿晚上十点钟 那空想家老张 偏方当中的本家的二大爷 炼气功章中的张二斑 这些人物 他都不是云端上的人物 而是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非常熟悉的 那一种典型人物 所以非常亲切 像高音牌塑造的 二的爸爸 在不正之风当中的万能教 不正之风当中 他塑造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小群体 连其中 那个次要人物 你比如说 那个哲力 那个 徐姐 俩果头 连这徐姐和哲力 在天宁也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 马志明的相声代表作很多 像地理图 论权 文章会 大保镖 学取义 卖武器 但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 最有观众缘的 大家说是什么 纠纷 纠纷 天真是在马路上 遇到两个人呢 因为鸡毛蒜皮的事 揪不起来了 围观者越聚越多 影响了交通 这是一位大爷看见 历生喝道 我看你啊 周四那定文元 这点事你知道了吗 快散了吧 定文元成为一种典型 在大爷一寒呢 那两人也觉得不好意思 也就散了 所以这个纠纷呢 是马志明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显示了他比前辈 更具理性的 深刻的思辨 和赋予人生意味的那种 穿透力和洞察力 他的成功之处 在于艺术手段的炉火纯青 娓娓道来的白描 冷峻而客观的平序 一波三折的情节安排 所以他塑造的这喜剧人物 丁文元和王德成 这两个人的形象 不知欲出 丁文元的形象 受到人们的喜爱 他不是没有缺点 但是他也有许多长度 为人讲义气 热情 而且也比较爽朗 浩杂 而且还热爱本职工作 天拓保全 当年的天拓 就要和马志明打官司 我倒一直认为这是一个 很难以理解 马志明给你做了广告 你不要钱 你还要告人家 有一年我和马志明 在那个一个饭店 他请我吃饭 我们的老哥俩聊起来 他跟我同事 我就问他 这天拓 他也天拓这事 他也不理解 我当时他说天拓保全 是不是你 当时说 我说的不是天津拖拉机场 我说的是天津拖鞋场 马志明说 那是你们穿的 没有这 实际上现在 有无数厂家 想要把这相声 别改成天拓保全 你改我们厂吧 我们给你多少宣传费 所以丁文元的形象 他把天拓保全 放在口头上 作为炫耀的一个旗帜来恢复 他热爱工厂 热爱自己的本事工作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 所以人们对丁文元的 又笑 又嘲讽他 又喜欢他 就和这个三国演义当中说了 取经这四个爷们当中 你最喜欢哪个 最喜欢的还是猪八戒 有缺点的人物 对孙悟空是第二 最不喜欢是唐僧 对沙和尚认为 他没有个性 没有性格 所以说天津 金派像第四个特点 着眼于塑造人物形象 最后结束语 天津方言 是我国语言文化 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在构筑天津文化 氛围和文化环境当中 方言和相声互为表里 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天津方言和天津相声 正以较高的文化品位 伴随着天津 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称的崛起 而不断地进步和生化